第一次和异性拥抱是什么感觉? 是有点难受的感觉。 林雨晶蹲在沈卷面前,她抬手一揽,她直挺挺往前扎,整个人重心全都靠在她身上了。 看看保持平衡,说实话,不是特别舒服。 偏偏这个人还不让她动。 直到林雨晶觉得自己腿好像抽筋了,沈卷都没放开她。 林雨晶犹豫了一下,还是开口,沈卷。 沈卷脑袋埋在她颈尖,轻轻晃动了一下。 林雨晶刷的一下,就抹了。 你刚刚是蹭了一下吗? 是不是蹭了一下? 是不是? 林雨晶觉得有点撑不下去,清了清嗓子,你抱好了吗? 沈卷闷闷地笑了一声,我以为你一直不问了。 我不问你就一直抱下去吗? 嗯,沈卷松了手臂放开她,抬起头来,身子往后靠了靠,你不问我就一直这么抱下去。 沈卷顿了顿,毕竟机会只有一次。 林雨晶不知道说什么好,她脚已经抹了,一屁股坐在地板上。 沈卷抬手,从沙发上拽了个抱枕丢过来,地上凉。 她接过来,垫在屁股底下,曲着腿,悄悄揉了揉脚踝。 沈卷注意到她的小动作,怎么了? 您刚刚的姿势可真是好有创意,林雨晶翻了个白眼,我脚抹了。 沈卷愣了愣,摊在那里笑,我帮你揉揉。 林雨晶缩了缩脚,赶紧拒绝了,歇着把您,我缓缓。 那你缓,沈卷抓了把头发,她身上全是烟酒味混在一起,不是特别好闻,她长腿曲起,手撑着地板站起来,我去洗个澡,等我。 可能是因为,她们的同桌关系已经不是那么纯洁了,导致这个台词让林雨晶有一瞬间的响入飞飞。 沈卷起身进了卧室,几分钟后,里面隐隐约约传出水声,哗啦啦响。 秋天夜里,冷风灌进来,屋子里烟放得差不多,林雨晶等了一会儿,脚麻的劲儿过去了,她起身将那一堆烟头空酒瓶之类的垃圾收拾进塑料袋里,丢在门口,关上了门。 垃圾丢完,沙发上还乱七八糟散着一堆东西,她叹了口气,弯腰整理,一边整理,一边忍不住开始夸奖自己。 林雨晶,你可太贤惠了。 沈卷是上辈子拯救宇宙了吧,居然能碰见你这么好的,同桌。 她把没喝的酒落在一起,扭头看见旁边还摊着一本薄薄的相册。 林雨晶顿了顿,视线落在刚翻开的那页上面。 沈卷看起来不像是那种喜欢拍照回忆过去的人,这个相册应该也不是她的。 摊开的那页两张照片,一张是一堆小朋友的合影。 大概是秋游什么的,每个小朋友头上都戴着一顶黄色的小草帽。 最后一排老师举着个牌子,一年级二班。 林雨晶一眼就看见当年的小沈卷,最可爱的那个。 这小朋友肉呼呼的小手里,拿着把小弹弓站在第一排最边上一个,个子意外的很矮。 下面那张是两个人的合影,沈卷还是秋游的那套衣服,戴着黄色的小帽子。 她旁边蹲着一个男人,看起来英俊而温柔。 照片角落天空的地方写了一行字,阿卷第一次秋游。 六岁的小沈卷脸上还带着婴儿肥,眼睛黑漆漆的,眼形和现在不太一样,圆溜溜,眼尾倒是始终挑着。 她抿着红红的嘴唇,一脸面无表情的艳势卷,稚嫩的小脸上写满了好无聊。 林雨晶愣了愣,忽然反应过来。 这个时候沈卷小学一年级,六岁。 她心算很快,照片上都有年月日,刚刚随意扫了一眼,就很自然地算出来了,也没怎么意识到这个。 她还记得沈卷之前叫她小姑娘,跟她说自己大了她两年。 休学一年去掉,还有一年,林雨晶本来以为是因为她七岁读小学,比她晚一年读书,就刚好大两岁,结果不是,她也是六岁读书的。 那她中间空掉的那一年,去哪里了? 十分钟后,沈卷从卧室里出来,她换了套衣服,头发半干不干,脑袋上还顶着块毛巾。 屋里灯都开着,光线挺足,林雨晶盘腿坐在沙发上,直勾勾地盯着她。 沈卷被盯得有点发毛,抓着毛巾揉脑袋的手顿了顿,怎么了? 林雨晶悠悠地说,你真是个神秘的沈同学。 沈卷? 神秘的沈同学有些茫然,没说话,走过来拉了把椅子坐下。 房子林雨晶已经整理干净了,酒瓶一排排摆在墙边,烟灰缸里干干净净,沙发靠垫整整齐齐摆在沙发上。 神卷视线落在茶几上的相册上,停了一瞬。 林雨晶本来是带了酒来的,她主要是怕自己问不出口,或者气氛尴尬,打探别人的秘密什么的,她特别不拿手,也不爱多管闲事,谁都有点不愿意说的事。 但是神卷这个白月光,她确实放不太下。 倒不是因为什么她喜欢的人就醒不过来这种智障发言,林雨晶不在意这个,主要还是上一个喜欢的人本身。 两个人一个坐在沙发上,一个坐在椅子上,都安静了一会儿没说话。 林雨晶把自己买的那袋子零食拽过来,你晚饭吃了吗? 神卷将湿了的毛巾搭在椅子上,拨弄着半干的头发,吃了。 她看起来没什么异常,恢复到了平时散漫冷淡的老子无敌。 十几分钟前,腿着求抱抱的样子,半点都不见。 林雨晶都不知道是不是要夸奖她一句,恢复能力好强。 她仰头,看了眼明亮的顶灯,那要关灯吗? 就开个地灯吧,暗一点。 神卷拨弄头发的动作一顿,手指插在发丝里,掀起眼皮子看着她,忽然勾唇,关灯干什么。 我没罪,也不是那种人。 林雨晶,不过如果你意愿很强烈,我也可以配合。 神卷说,神卷,第一百次提醒你,做个人。 林雨晶说,我只是想制造一点讲故事的气氛。 神卷垂头笑了一声,站起身来走到门口,啪一下,把顶灯关了。 屋子里瞬间陷入一片昏暗,林雨晶看见她黑漆漆一条人影走过来,走到沙发前,再到她面前。 然后单手撑着沙发靠背,俯身,垂头,靠近。 林雨晶,她坐在沙发上,她站在她面前,手臂穿过她耳边比在沙发上,距离很近,半湿的发烧扫过来,身上带着刚沐浴过的味道。 林雨晶情急之下,窘迫地问了一个非常二百五的问题,你要干什么? 你别过来!你再过来,我要叫了! 她说完,差点没把自己舌头咬掉,觉得自己就是二百五本二。 沈卷压着声,气息细细缕缕包裹过来,她头偏了偏,鼻尖擦着她脸侧过去,我要。 黑暗里,一切触觉和听觉都变得敏感,林雨晶感觉到她另一只手从自己腰侧伸过去,贴着沙发靠背向下探进去,带起布料摩擦清响的声音。 酒精作用下,能感觉到她掌心的温度比平时稍微高。 我?日?我还是太低估你的畜生程度了吗? 林雨晶如遭雷击,浑身僵硬。 就在林雨晶觉得自己下一秒,就会直接把这人掀翻过去的时候,沈卷抽手,手指指节擦着她腰窝,从她身后抽了个东西出来,同时地灯昏黄的光线亮起。 沈卷直起身,手里拿着个小遥控器,居高临下看着她,扬眉,拿个遥控器。 林雨晶,你以为我要干什么? 她坐回到椅子笑,耳朵又红了。 林雨晶不知道别的流氓是不是也有她这种,拿个遥控器也非得骚一下。 搞得像是要干点什么事的技能,因为这种程度的流氓,她还没接触过除了她以外的第二个。 什么样的骚在沈卷面前都黯然失色。 学霸的技能点点的实在是太全了。 沈卷见好就收,靠近椅子里,长腿前伸,手臂搭在扶手上,你想听什么。 她忽然进入正题,林雨惊顿了下,啊,我不知道从哪里问起。 她不知道直接问会不会太敏感直接,可是现在她摆在面前的疑问,好像也没有不直接敏感的问题。 林雨晶心一横,直接问道,你那个白月光,不是,上一个喜欢的人,是男的女的。 男的,沈卷看着她的眼神有点奇异,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林雨晶有一瞬间的心虚,我想的哪样? 是我舅舅。 沈卷说,林雨晶愣了下,想起宁远的话,因为,她说不出来了。 嗯,沈卷知道她想问什么,沉默了几秒,因为我,我小时候父母工作忙,六岁的时候我舅舅从香港回来,我算是她手把手带大的。 这个工作室,她指尖轻轻敲了敲扶手,是她的。 我画画什么的,都是她教的。 她抬眼,你第一次来问我的那个画,是我小时候画的,第一张。 我其实觉得你画得挺好的,有点像那个,多拉美。 林雨晶赶紧说。 沈卷笑了一下,手指把玩着遥控器,我舅舅是个,好人,那时候隔壁有个小孩, 天天被她爸打,经常到这儿来,她就帮她处理商,也教她纹身什么的,收她做了徒弟。 那小孩家里没钱,我就资助他读书。 那小孩教聂兴和,就是你之前街上见过的那个。 我不记得我那时候多大了,反正从那以后,就是我上哪个学校,他就上哪个。 我们俩一直一个班,一起上学,放学就一起回工作室。 不过那时候,我就已经开始不太喜欢他了,年纪小,说不清为什么,但是也不至于讨厌,因为我舅舅喜欢他,他们俩名字很像,都有个合字,发音也像。 我舅舅没女朋友,他是不准备谈恋爱结婚生子的,他想以后把这个工作室交给我,但是我,那时候体校设计对到我们那个初中去选人,我就同意去了。 神卷侧了侧头,视线落在墙上,挂着的那个黑色标盘上,我从小就对这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,也有点小天分。 林雨晶没说话,心想他把这个称为有点小天分,实在是谦虚。 他应该不太高兴,但是没说,他说,我想做什么就去做,我再体校一年,要住宿,就不怎么回来了,他就每天都和聂心河待在一起。 后来就越来越不对,聂心河就是个疯子。 他从小被他伴虐待,心里已经不太正常了,他藏得很好。 但是这种不正常会传染,他自己不正常,也想不让别人好。 我走了,他没了顾虑,他可以无所顾忌。 林雨晶觉得有点发冷,他忽然不太想听下去了。 不想,或者不敢。 等我回来意识到的时候,我舅舅已经不太对了,他开始焦虑,厌世,我后来才知道, 他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有过抑郁症病史,看过一段时间心理医生。 审卷当时几乎没往这方面想过,那么温和又细腻的一个人,他的神经是不是也是纤细脆弱的? 我不知道的是,聂心河却知道,他勾出了他所有的,极端的一面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以为他就是,代替我陪着他。 我妈后来帮我舅舅找了个心理医生,他去看了几次。 后来,我不知道聂心河跟他说了些什么,他不肯再去了,除非我回来。 他想要我回来,和他一起在这里,他不想让我再回体校了。 我就边哄着他看医生边训练,就这么断断续续坚持了一年,省队教练来找我。 我,沈娟闭了闭眼睛,我不可能拒绝。 我们一直是瞒着他的,他还是知道了,他不同意,他觉得我之前都是在骗他,我背叛他了。 他大概把我当成,希望寄托或者梦想的延续什么的。 我见沈队前一天,他来找我,想带我回去,我没答应,沈娟垂着眼,回去以后,他自杀了。 林雨晶脑子空白了好几秒,寒意顺着脊椎骨,一路往上窜,什么? 他自杀了,沈娟平淡地重复道,这样我就走不掉了,我一辈子都得在这儿。 沈娟,林雨晶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,不知道是因为他说的这些话,还是他说着这话时那种平静到寂静的语气。 他没死成,到现在就这么躺着,沈娟继续说,我回来重新读书,上了八中,过了很久,我才意识到聂星河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,他很得意,他藏不住了。 聂星河这人拥有一切让人相信他的特质,弱小温和,腼腆无害。 沈娟后来找到他,问他为什么? 聂星河说他嫉妒。 为了让骆青河满意,他努力做好一切事情了,他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,骆青河是第一个让他感觉到温暖的人。 骆青河生病是他照顾,他开心难过,他都是第一个察觉的。 他把所有的对父亲的,家人的爱,倾注在骆青河身上,他甚至觉得骆青河就是他父亲,他们俩才应该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。 但是骆青河心里想着的永远都是审券,他把自己所拥有的都留给审券了。 即使沈娟后来几个月都不出现一次,即使沈娟根本不会要这个工作室了,骆青河依然想留给他。 明明我就站在他旁边,他看不见我,他背叛我了,他对我好,然后又不要我。 我也想让他尝尝,被最疼爱的外甥背叛是什么滋味,他现在醒不过来了也没关系,我也会一直照顾他的,他终于看不到你了。 幽暗身长的小巷子里,瘦小的少年被他抵在墙上,笑着轻声说,沈娟,你后不后悔,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,全都是因为你。 你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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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